有一名因为丈夫外遇而离婚的年轻妈妈 为了养家 她就跟姐弟一起创业 自创这个红萝卜吐司 把新鲜的红萝卜果泥 加进自制的面团里 营养满分 再搭配了多种的特条酱料 这口味多变的厚片吐司 烤得热腾腾的香气四溢 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单亲妈妈走出了离婚的阴影 也走出了自己的路 制作红萝卜吐司的工作室 门外却不断有人 等不及网购专程来选购 半条六片 一条十二片 那你看一下一条半条 那我要一条蛋 奶酥的口味蛮特别 不会很干 那自己烤起来的话就很香 甚至还有常客硬拿到吐司 不啰嗦现场大快朵仪 你这样Q真好吃 多长来买一次啊 平均差不多三四天就买一次 是喔 这么长 对啊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发酵了老面 那我们现在要加入的是 糖 盐 奶粉 做搅拌的动作 想让红萝卜吐司口感松软又好吃 基底面团不假手他人 自己做 它就搅拌个一分钟 让它糖盐均跟面团打均匀以后 就可以加入面粉跟跟我们的红萝卜 负责制作面团的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弟弟 陈启祥 而二姐陈品珍像个机动组忙里忙外 都要负责 面团加入红萝卜泥之前 没看没人会知道原来过程如此繁复 对 大概 因为会把一些泥沙或者是比较脏的角层 把它洗干净 刷洗完红萝卜后再将前后切除 然后放进机器线炸 炸一次还不够 尽量还得反复同样的动作三次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只是打一次而已 那打一次就是它的颗粒还比较粗 所以如果直接入在面团里面的话 比较会有一片一片或者一颗一颗的红萝卜 比较看得粗形状 因为有的小朋友真的不爱吃 他知道有红萝卜一块一块他就不吃了 那这样的话本来客人他都不知道 那其他也吃到红萝卜的营养在里面 所以我们才会打了三次 让不爱吃红萝卜的人也发觉不出 但却能默默地吃尽营养健康 接着面团搅拌完后 辛苦炸成泥的红萝卜就要登场 现在我们加入了面粉 然后还有红萝卜 还有再来吃冰块跟水 再搅拌九分钟 面团在搅拌到中间的时候 只要加入酥油 这酥油是要让它增加它的滑润的口感 最后一个步骤为了搅拌均匀 得先逆转搅拌才能顺转 才算大功告成 因为在外面在卖的红萝卜 它们颜色通常都比较黄 因为黄的时候可能是加一些 那黄色的色素 对 像我们这个比较自然的颜色 就是比较天然 而且闻到它的香味之后 不会有那么刺敌的香味 我们这是淡淡的一种味道 切割揉面完还得再用机器压两次 每个细节成就吐司 能松软好吃的秘诀 因为我们吐司要经过两次塩压 才能够进到那个吐司膜里面 做烘烤的动作 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 等一下还有第二次的 这样子可能可以把里面 多余的空气压出来 就连摆进盒子里的位置 都有学问 我们会按照顺序摆 因为它其实下面有五个小圈圈 我们就按照圈圈的方向 就一个一个把它摆进去 顺序摆好 它烤起来的位置才会是刚刚好 我们等分会是一样的 那我们放好之后的话 我们会让它静置 大概也是大概十到二十分钟 让它长大一点 大概可能满膜到八分满的时候 我们才会帮它烤箱好 这样烤起来的话才会刚刚好 终于到了引颈棋盼的出炉时刻 高达两百多度的烤炉 动作更不能马虎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烫伤 快速的把刚出炉的红萝卜吐司 放到架上静置 等稍稍降温后才能切成厚片土酱 这是牛奶巧克力 这样子都是什么油的 酱料还是酱料 我们酱料的话有另外再调过 对不是外面的一般的巧克力 这样 把酱料大气均匀地涂满在红萝卜吐司上 连小角落也不放过 我们奶酥口味其实在我们店里面 是算还蛮经典的口味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调的 都是师傅自己打出来的一个奶酥 那我们就是针对不同口味的奶酥 我们要做之前 我们还会再调其他的料 像这个就是调葡萄干进去 我们按照比例 有咸 有甜 多达20多种口味 自制或特调 同中求饮 才能在竞争的市场杀出重围 每天早上他们开门之前 门口都会放好几袋的红萝卜在这边 对 你就会看到他们真的有在进货 那一直有在进 一直在做这样 对 就真材实料的 放过菠菜 其实南瓜尼我们也试着放过 然后也放过 最后我们才想说红萝卜 其实它是一个营养价值又更高的 然后一年的市值又比较好 比较容易取得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就是以这样的红萝卜东西 来添加在里面这样子 然后可以让一般人 可能平常吃不到的营养 红萝卜素可以吃到这样 因为还蛮多人不爱吃红萝卜 这是重点 当时邻近一动 想到把红萝卜泥 完整添加在吐司里的 就是陈品珍 听她温柔的声音 看她可爱的笑容 许多人看不出来 她已经是一名高中生的母亲 更是坚强的单亲妈妈 两个已经没办法婚姻 没办法走下去 通常应该是小孩子 是妈妈会比较想要带在身边 因为你会发觉 先生是个可能 比较没办法带小孩 你反而给先生带 你反而这个小孩以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 你反而带在身边 你会比较安心 离婚那年她才28岁 带着女儿从零开始 因为后来发现是她跟自己同公司的同事 所以才会发现 如果不是跟自己同公司 我可能还是不会发现的 就大摇大摆的 就是一起出差 出差就是一起 然后房间也同一间 这就是已经很明目张胆了 21岁结婚 22岁生女儿 当年遇见比他年长14岁的前夫 以为对方会疼他 没想到婚后男方却外遇不断 被他发现后想离婚还离不了 直到他前夫出车祸上新闻 他那个时候车祸 然后他是酒驾车祸 那时候也有上新闻 就是也是跟那时候的女朋友 可能就是去逢年纪 然后开酒驾之后开 就是开车酒驾 后来很多人就发现说 怎么会是 车上的女生 对对对 车上的女生不是 对 但是他那时候是讲说 那个女孩子是他的未婚妻 但是我从来没有离婚 那我也是同性闻看到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小孩 也是同性闻看到 爸爸怎么会在电视上 都还没离婚 不断隐忍先生外遇 最后竟是在电视上 亲眼看见丈夫 说外遇对象是未婚妻 听在耳里字字都变历刃 陈品珍心如刀割 所以我很多朋友 就打电话问我说 为什么以前不有女朋友 为什么有未婚妻 要把她跟未婚妻出去玩什么的 然后封年纪导致这样 他没有婚妻 对所以那整个都是一个乱扯 然后乱扯 所以他后来自己可能觉得真的很对不起我 后来他为了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他才跟我离婚 他才肯离 因为我之前一直拜托 他就是不离 真的吗 他认为说他就是可能 要好好折磨完什么之类的 他就这样讲过 拜托不快乐的婚姻 坚持要自己养孩子 他之后做过房仲几年 但收入不稳定 因缘际会原本是幼稚园老师的大姐 决定离职 弟弟也不想一直待在面包店里当师傅 三姐弟决定创业 今天都一夜长大了 好险没有一夜白发 反正走过就是经过 我就觉得还好 我现在反而觉得不会怎么样了 早就原谅了 因为你有自己的人想要过吗 对啊 我反而觉得这样 反而对我比较好 路是艰辛走出来的 正因为人生多绕了几个弯 才发现原来人能那么坚强 我们也是从零开始 什么都没有开始这样慢慢地做 可以做到现在这样 其实我跟我姐还有弟 我们三个其实都还蛮感恩的 然后我爸也有帮我们做 就让我们也可以少再请一个人手 我们也在家里边把人盗走 就要杀戏一样 那我看得到 看得到 真好 柳暗花名又一村 如今有退休的父亲一块帮忙 姐弟们各司其职打拼生活 现在看在陈品珍的眼中 她说活在当下 珍惜眼前的风景 银银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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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好吃 和 12月 年轻费 并什么